女子为求复婚替前夫还债 她说只要我帮她还债就和我复婚 编造各种理由诈骗40余名被害人钱款156万余元 近日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被告人林某某提起公诉 2022年一对母女徘徊在形色匆匆的路人之中 忽然女儿林某某和母亲陈某某拉住了一位年轻女子小秦 走上前求救 称自己手头上没有钱 而母亲患有忧郁症心脏病等疾病 急需到瑞金医院看病配药并拿出了挂号证明等 小秦出于同情转账了800元 家好友后又陆续转账 林某某需够自己前夫有一笔从新加坡境外来的汇款 需要大额手续费 想追回钱款的小秦先后被添100次 共转账67万 但林某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 小秦最终选择报警 经审查 被告人林某某骗取小秦在内的40余名被害人 共计人民币156万余元